直升基因抵達 醫護人員立刻護送病患 小心翼翼又得跟時間賽跑 但送完一個 隔天又有病患 需要緊急送到台灣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 讓本來醫療量能就相對不充足的離島 現在又更吃緊了 同湖的醫療後送服務 都是有零天航空協助 本來平均一個月十趟 只是這個月還沒有到一半 就已經飛了七趟 最近在醫院端的聯繫的部分 可能會稍微有比較長的時間 需要去做溝通跟協調這樣子 其中這幾趟都是重症病患 有新生兒有心臟疾病 或是血管破裂 得要緊急送到本島醫院動手術的 因為截至十二號 澎湖累積確診數來到四百七十一例 三種就有十六人染疫 得要隔離 人手不足的情況下 只好減少加護病房床數 病患就得後送到台灣 偏偏兩邊醫療量能都吃緊 醫護人員得要不斷協助 尋找能接手的醫院 而且不僅合作的航空公司疲於奔命 跑步來的就得請空勤總隊支援 四月份以來空總協助送了十七趟 雖然新冠重症的還算少 其實當地衛生所也都擔心 目前看起來還可以撐 還是會擔心再爆量怎麼辦 像是蘭嶼目前累積一百二十八人確診 也有備貨抗病毒藥物 輕症的有症狀就給其他藥物 不過醫師就提醒 防疫真的得做好 避免染疫 TVB新聞陳正歇輪澎湖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